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虎夫骑射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的声音还没有完全康复 休养了一个礼拜 但是没有好 那我觉得也差不多可以讲话了 我觉得把这个声音记录下来也蛮有意思的 所以呢就把这个齿轮厂推出的巨人战锤 Johnson Hammer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他是使用了领袖之证的 first edition当中的OK的一个模具 下去做一些改良的一款玩具 那我们先将他的所有的配件 一字排开的给各位呈现在画面里头 他还有一个美琪的小人偶 这个皮肤有点蜡黄了 这个就是一个附送的东西 大家就不要太指望太多 而这个比例的话呢 看上去应该还是 是不是稍微高了一点啊 这个人的这个女孩子的一个身高 有这样子 OK 马上就是一个赠品 那其他有一款这个是塞天胶脂锤 这个锤子做的挺漂亮的啊 这中间是可以旋转的 那么这个中间的一个电缀涂装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可以拆开啊 就是可以做一个握持 锤子也拉到一旁 而这个锤子的话呢 这是他先前的一款叫梦工厂的 推出来的一个配件包 而这一次齿轮厂的这个巨人战锤 一并的把这个东西呢 也给附上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因为我自己有当年的一个 First Edition的正版 那我们先对比一下 这是当年 已经十多年前的那一款 第三方推出的配件 那我们对比一下 它本身的颜色不太一样 不过它是有对应到本体的颜色啦 不过这个当年的版本 跟本体的绿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而这一次齿轮厂的这个绿色 跟本体的几乎都是一样 而这个有没有一样的话呢 关系到说 它装载在人形的一个手炮状态下 色差当然是越小越好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版本的话呢 中间这里多了灰色的涂装 感觉是比较精美一点 原本的模具的话呢 只有一个纯黑色 那在握柄的部分呢 这一次的齿轮厂整个都是黑色啊 完全一体了 先前的版本的话呢 有这个铁灰色跟黑色的区别 那么在附带的铁锤 这个链铁铁球上面 齿轮厂的话呢 附带了两枚的铁球 那我们的铁球可以装载在后面 这个涂装上也是一目了然 看得出来 当时官方的正版是有点烟熏的涂装 而这一次的齿轮厂呢 则是整个金属的一个配置 那我们先把这个给拿下来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它的前方棒棒的部分 这一块啊 这个齿轮厂的话呢 它前后的一个防撞杆的部分呢 都有多一个新的配 新的一个这个 而这个配件的话 当时齿轮厂 当时的这个梦工厂 应该也是后面有一块 而这个刚裂的状况 其实只能说有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很常发生 那它能不能够装 拔下来之后装在正版上 当然是可以的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为了这个配件 去买来给正版装的话呢 感觉是没有问题 OK它完全可以装在 那前方这个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 完全可以装 我就是试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两个缺口 这里把它给按下去 插下去就行了 按一下 OK 所以这个配件的话呢 完全可以跟正版的来做一个搭载使用 那我们就暂时的呢 再次的将它给拔下来 哦同学们 我大概过去一个礼拜啊 几乎是处于一个师生 没有办法讲话的状态啊 然后啊 呃就家人就我妈啦 或者是我小朋友跟我讲话的时候呢 我都是变成说是只能爱理不理的一个状态 去跟他们做一个社交 然后呢 我人呢到外面去啊 我们总是要出去啊 买个东西啊 干嘛有的没有的啊 甚至有时候电话 朋友电话来啊 我们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沟通啊 真的是非常痛苦啊 所以说啊 加上咳嗽的关系啊 我只要一躺下来的话呢 我就会开始咳嗽 这个时候就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了啊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好了 还是做个对比好了 基本的绿色不太一样 它的话呢 齿轮厂的版本有一点点消光的感觉 而在透明的挡风玻璃 这一次的版本也稍微深了一些 顶盖上面的这个防护感 从原本的银色变成了黑色的涂装 然后侧边来看啊 这个你看这个部分官方是整个是黑色 而齿轮厂的话呢 则是加上了银色的涂装 整体来说吧 整体来说啊 包括前方这里 这个配色也稍微做了一点点的修改 可以说吧 是各方面全面的一个进化了啊 车形态的话呢 滚动性呢也是非常的好 以一款非官方的玩具来说 这个已经表现的是嗯 非常非常的好了啊 那么来呃 示范一下啊 这一款呃 巨人战锤的变形过程吧啊 首先这两个配件呢 给拿下来 这个顶盖的部分 先给它掀起来 然后呢 这两侧的部件 可以稍微打开 然后这个侧边这里啊 这里是有一个锁扣 把它给翻起来 这个地方 两侧这里啊 把它给松开 松开 松开之后的话 把这个引擎盖掀起来 然后呢 我的建议吧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部件呢 都先给解开来 这个地方 侧边这里 把它呢 给翻出来 这个地方 给翻出来 这个地方啊 这里松开来之后 先把这个 这个地方啊 两个腿的话呢 给两侧 它就用一个组合卡扣打开 然后呢 躲过中间这个地方 先把它给翻下来 到这里 然后呢 这个部件啊 是要把它给戳下来的啊 你把它戳下来的情况下 我们的 这一个部件 才能够推出来 啊 如果你这个部件 你是 推上去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卡住 这个地方会限制住 所以先把它给解出来 解放出来 这个侧边呢 这里 手臂啊 才能够从侧边翻出来 好 我们先把它解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部分 来做一个 变形 脚的话比较简单 直接往下面拉直腿就可以了 鞋尖跟脚后跟 就可以做一个翻着翻出来 先到这边 然后呢 引擎盖这个地方 上面这两个 还是可以分开的 分开之后 它有一个双动关节 我们把它往上面搓上去 搓上去 然后呢 这个车头灯啊 它是可以再把它给 分出来 然后你可以再切一个角度 把它斜切 一个角度 这个 翻出来一点点 你不翻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啦 就是 它既然有设计了 我们就把它给斜切一个角度 然后呢 这个 这里不是有个双动关节吗 把这个地方往前面放 尽量往前面放 那这个 后面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把它往斜下这里放 头的话呢 从后面这里把它给翻出来 卡住 好 接下来把两只胳膊往前推 这个 后面这个部件放下来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车子的 这里不是有一个绿色的凸吗 要把它跟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 从这边 把它给扣下去 那扣这里的时候呢 这里扣进去的时候呢 这里的这个几个关节的 会自动 形成一个特定的形状 做成一个圆鼓鼓的一个肚子啊 然后这个 裆部的这块部件 其实可以顺势上来 先把这个地方给扣上 好 这个地方给扣上 然后这里的这个多重关节的话呢 我们就 推到后方去 然后呢 将这个 这个绿色的凸啊 跟这个凹啊 就把它给组合起来 那每克星人是没有性别的啊 所以我们就不要举什么奇奇怪怪的 呃 人种的一个颜色了 它的这个部件呢 推到这边 它会稍微去卡住啊 它是自己有一个关节的一个松紧度 会去卡住的 嗯 再来的话 我们就把胳膊给自然的下吹 这个地方 肩膀这个部件 它是一个双动关节 推上去啊 这个地方自动顶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推下去 啊 推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圈头由内往外翻出来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一块啊 由齿轮厂推出的一个巨人战锤啊 啊 就非常容易的 完成了它从一台汉马车到一个胖胖机器人的一个比较过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附带了两个大刺球 我们先把它都给装上去啊 那么它一个基本上涂装啊 呃部分的话 我觉得吧 啊 硬要挑还是 其实它这里是一个甲轮子嘛 它如果说连这边都涂成黑色的话 我觉得 呃会补足它很多 那这里的话 其实应该 应该是类似于车尾巴的部分 如果这里再补点颜色啊 真的就会更好看一些了啊 那我我先把它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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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一个模具 来做一个对比 呃 呃 这两个绿色 我觉得吧 呃 呃 呃 都挺好看的 这一次的是有一点 嗯 比较有一点 略一点点的消光 而先前的这个绿色的话 其实有一点阅 但是也是挺好看的 呃 那拳头的部分的话呢 它因为只有 呃 一个刺球 它的一个拳头是一个 这种是什么 米黄色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 已经换成的是一个铁灰色 包括这个裆部这个地方 其实还有这个膝盖的部分 其实以改颜色来讲 这一次的模具改的十字是挺好的 那我们这个 把这个刺球拿下一边 然后我们把这个拳头 你看这个铁灰色的拳头 看上去力气的力量的感觉会好很多 而它还有一点 就是先前当年的这个眼珠子的话呢 是用蓝色的涂装把它涂满的 虽然说上方有一个透光部件 但是它眼珠子是另外涂满的 而这一次的话是一个蓝色的透明件 所以它眼珠子非常的漂亮 我个人觉得这个改变是蛮加分的 然后它所附带的这个战锤的话呢 其实战锤要握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 这个不见的话我记得是 稍微的去转一下 就可以把它给握持在手上 这个 你看就这样 就可以握在手上 不小心把这个 不小心把这个东西给拆下来了 这个 对了它这个放的时候呢 里头是有一个长短 那就是配上面的短长 然后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 扣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支持力度 手臂的这个支持力度 我觉得好像稍微弱了一点 你看这个手臂 因为它这里没有齿轮关节 稍微有点下垂了 这一点是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地方的弹簧两边都有 但是我觉得这一边的弹簧比较弱 在这边就没什么问题 那以这个弹簧的一个结构来说 是正版的比较好 这两边依然非常的非常的好 那它的这个 这个地方有齿轮 膝盖也有齿轮 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款模具呢 也都有保存下来 而且声音更加的清脆 更加的闪亮 这一点是不来 但是手臂的这个部分 就觉得有点不行 本身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标榜说 是可以安置在手上的 就是这个手炮的形态 那我们就一样的 把这个手臂给收进去 然后就是把这个凸啊 给对上去啊 它给扣上去 OK这样就有了 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也可以把它两个手 都变成是一个手炮 发射的形态 那这个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全部的 呃配件的一个展示啊 把玩之类的 那这个赛天胶之锤的话呢 我印象中 这个应该是 Ultro Magus 呃最后去拿的这个武器 跟它本人可能关系不是很大啊 但是也是一个加分点的 我上网看了一下 这个在台湾的网拍上面 价格台币是不到一千块一组 哦 我个人觉得CP值是非常高的啊 呃 当然了啊 啊 如果说你有能力去买到当年的原版的话呢 当然还是原版比较有收藏性啊 那Bokeh的话呢 这个模具呢 呃 领袖之正的F1版跟RID版最大的差别 其实呢 它肚子的表现 F1版呢 这个腹部的一个呃包覆的话 就是一个一个圆股股的肚子 就整个形状是有做出来的 RID版的话呢 就是只有半个胖子啊 它的身体的另外一侧就是中空的了啊 所以这款模具还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磁灯厂的这一次配件也很奇异 涂装也非常的不赖 那 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咯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